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4日 禮拜三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美國政府共計發放4.2萬億美元規模的巨額補助 以幫助企業和個人度過特殊難關 不過根據美聯社這個星期的報導 有大約10%合計超過4,000億美元的資金 沒有落入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其中有多達2,800億美元的補助遭到詐騙撤取 請聽報導 據聲 美國政府的補助計劃缺乏有限的監管 尤其是小企業和失業工人補助 這些計劃的資金對申請者的要求條件十分寬鬆 因此非常容易領取 在一些案例中 這款人可以在特殊情況之下 自我證明貸款情況的真實性 而且政府小型企業管理局 無權查看申請者的稅單 這個漏洞一直持續到2022年才被捕中 美國當局承認 這樣的做法吸引了很多騙子 監管部門預計 關於疫情貸款中的欺詐資金高達860億美元 工資保障項目中被騙金額是200億美元 至今為止 2,230名詐騙嫌疑人遭到指控 還有數千個案例正在遭到調查 《華爾街日報》此前報導指出 美國拜登政府和共和黨議員對提高債務上限達成共識 同時收回數百億美元的未使用疫情補助資金 這樣幫助財政部門回收300億美元 可能在未來用於基建或災害貸款等項目 《法新社》報導也提到 在2021年3月份 美國司法部對500個認領疫情救濟資金的人員提出起訴 涉案金額超過5億美元 此外 還有國際的犯罪組織 試圖通過竊取身份領取失業補助 目前公開的一些案例包括 2021年11月 長島的一名48歲的內科醫生 扎卡達斯 涉嫌內用370萬美元的疫情救濟資金 為自己繳納了一艘175萬美元遊艇的首付款項 並構建了其他的奢侈品 扎卡達斯被指控利用多個帳戶轉移資金 掩蓋來源 2022年7月 美國司法部表示 在疫情爆發的早期 60歲的喬治亞州石峰市前市長 詹森拉利利用職權 內用了當地支持小型企業 和公共衛生支出的超過10萬元資金 其中大部分款項用於個人開支 有10萬8千美元用於償還房產貸款和稅務 美國南卡羅內納大學藝肯商學院 黑座教授謝田對希望之聲表示 這個情況是經常發生 基本上美國所有的這些福利項目都有 比如說社會安全詐騙 很多人就是打老人的主意 從老人身上詐騙社會安全保險金 都是有欺詐的 美國中低收入的人群 他們的財富觀念 理財的觀念 金錢的意識都不是很強 很容易就被誘惑 投入詐騙 他認為 拜登政府額外發放1.9萬億補助款 缺乏監管程序 過程中的充足防範不忠 配套的那些監管都沒有 因此被詐騙也是可以預期 尤其是這些錢推出得很快 推出的過程中 也沒有非常詳細的防範、立法和監督 謝田表示 目前司法部有很多案例正在審理 但是他認為 真正追討款項成功的比例 可能不會太高 13日 烏克蘭國防部稱 在過去一週內 從俄軍手中奪回了7個村莊 俄內控再升級 雅加納領袖普利哥津 為議俄國防部長邵伊古 要食掉雅加納集團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表示 核武將在幾天內部署到白俄領土上 但無意與美國開戰 這7個村莊是俄羅斯前線延伸到 烏克蘭控制的領土的一部分 美聯寫稱 儘管面積不大 但涉及烏軍突破俄羅斯防線的第一度防線 並可能讓烏軍嘗試更深入的進入俄軍佔領區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里亞爾 在Taleguan發文指出 烏軍在過去一週內 在巴克姆特地區收復了16平方公里的土地 澤連斯基外交顧問卓夫科亞12日表示 烏軍反攻的最終目標是奪回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所有領土 烏克蘭可能需要數個月才能實現目標 澤連斯基表示 《戰鬥很艱難,但我們正在進步,我感謝自己人》 因為每一面烏克蘭國旗都回到了被重新解放領土的村莊上 烏克蘭最近幾天損失了十幾輛布拉德利步兵車 13日美國防務官員對美國之音說 美國即將向烏克蘭提供新的價值最多達3.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可彌補烏軍大反攻的戰損裝甲車 13日俄軍轟炸澤連斯基魯加城市克里福洛 至少10人喪命 普京對俄羅斯記者說 烏克蘭在反攻中遭受了巨大損失 正在接近可被描述為災難性的水準 然而有視頻顯示 普京和邵伊古一起出現在公眾面前時 普京看了一眼邵伊古就轉身背對著他 邵伊古則一面形重 網友認為 俄羅斯戰爭的潰敗讓普京對邵伊古極其不滿 讓他難堪 另外 有網友爆料普利哥津的通話被攔截 電話中他說 普京對待我就好像他是希特勒 我是猶太人 不僅如此 普利哥津還聲稱 如果邵伊古想接管或消滅在戰場為俄國拼命的瓦格納兵 那麼邵伊古就等著被幹掉 13日有推特網友發文表示 邵伊古最近試圖控制瓦格納 背後原因是普利哥津曾向精英們發出了信號 表明要為即將到來的動盪做好準備 企圖通過武力重新分配勢力範圍 為了防止普利哥津領導這場動亂 俄國防部強制僱傭兵集團與其簽訂合同 俄羅斯《廣播》還報導了一起事件 稱俄國防部曾向瓦格納供應大量軍用燃料 近期各單位都缺乏物資的俄國防部 要求瓦格納提出燃料使用情況的報告 但遭到斷言拒絕 而瓦格納能收到大量的資源 是因為俄國防部中有忠於普利哥津的人 涉民事件顯示 普利哥津可能因腐敗和盜視而被起訴 此外,據白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報導 13日劳卡申科說 部署核武是我的要求 不是俄羅斯案在我的頭上甲 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想和核武國開戰 有這方面的威脅 而我必須消除這些威脅 盧卡申科還提到 白俄羅斯正在確保 國內全放場距離核武的設施能派上用場 但目前並沒有使用此類武器的需求 沒有打算和美國開戰 希望之聲TV粵語頻道的頭頭事道主持人石頭認為 在俄羅斯聯盟國裡面 白俄羅斯最支持普京 但在具體行動上 其實都是擺明姿態異議 現在 路卡申科表態 很明顯是被普京潑冷水 同時也與美國為首西方聯盟表態 消除西方的熱淚 同時表態我根本就不想打仗 也告訴普京 我也不想幫你出兵打烏克蘭了 這樣作為普京的鐵桿小弟 現在為什麼突然這樣做呢? 石頭表示 就是看到俄羅斯已經是強魯之末了 再加上前段時間 傳出來的秘密文件裡面 原來普京是有吞併白俄羅斯計劃的 所以 路卡申科就在這個關鍵時刻 給普京一個下馬威 俄羅斯戰敗的看法越來越現實了 6月13日美國眾議院準備針對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 進行委員會層面的最後審議 法案的重點在於應對中共的威脅 保障美國權益和國際影響力 請看報導 根據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 Mike Rogers的說法 國防授權法將專注於 為國防工業基礎服務 為軍隊提供必要的工具 以應對中俄、北韓和伊朗的威脅 他表示 目前的局面是空前的 而國防授權法 是履行政府國防保障義務的關鍵環節 國會致力於解決 美國對台灣軍售交貨期過長的問題 認為如果能夠促成美國和台灣 在該區域聯合生產武器 將能夠加快軍售進程 並且建立台灣在危機中補充庫存的能力 委員會要求國防部長 最遲在明年3月前提交報告 講明美台聯合生產武器 彈藥的優點和挑戰 此外 軍事委員會亦準備 為採購9艘戰艦提供資金 其中包括2艘維珍尼亞級核動力潛艇 此舉目的是令美國 在未來更多的參與印太地區行動 該委員會亦要求保證特種部隊作戰結構 以應對中共威脅 在美軍培訓方面 避免遭到中共政府的滲透影響 上星期 美國政府官員證實 中共正在古巴建設間諜基地 被針對美國 只舉進一步影響了美中關係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2號評論提到 在公開層面上 美國的外交政策 減緩了中方在全球投射軍力的企圖 美方不能談及當局所採取的每一個步驟 但是這個戰略總是以外交打頭陣 路透社指出 在布林肯即將仿華之際 美中之間的氛圍相當負面 我們來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請看報導 據CNBC財經網 6月11號引述高城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第二頓 Andrew Tilton的報導 在一份近日的報告中 他表示 中國經濟疲遠的情況 令投資者已經在該地區 指亞太其他地方尋找機會 他還說日本正備受關注 而印度也再重新成為關注焦點 而我們認為 中國正處於過去十年來罕見的谷底 日本正處於牛市 而巴菲特對日股的投資 令日經2.25吸引了更多外國投資者 今年至今已經上漲超過23% 而南韓Kospi指數 今年至今也上漲了18% 印度Nifty 50指數 本季度至今已經上漲了近7% 拉回了自3月以來的跌風 而相反的 中國股票則正在被拋售 上海和深圳上市的最大公司 滬深300指數 本季度至今已經下跌5.29% 已經跌破了今年較早時候的所有漲峰 而香港恆生指數 今年至今已經下跌了近2% 分之二 外國投資者冒移正在推動日本股市的上漲 據路透社計算 截至6月2日那個星期 外國投資者正買入3421.8億日元 即24.5億美元的日本股票 今年日本股票正買入總額約為6.65萬億日元 而去年同期 外國投資者是正買出大約1.73萬億日元 而最明顯的 包括摩根史丹利和法國興業銀行在內的華爾街銀行 都對日本股市持樂觀爭持態度 摩根史丹利投資總裁威爾遜 Mike Wilson 在他的全球年度展望中還直接表示 日本是我們最清雷的地區 他的淨資產收益率 ROE 和每股收益 前景都有所改善 瑞銀全球財富管理 則一直看好南韓 而南韓科技股 約佔Kospi 200指數的一半 而瑞銀一直最優先考慮南韓科技股 高盛對南韓市場也充滿信心 第二頓表示 我們相對看好南韓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不太擔心 房地產行業疲遠 對南韓國內的廣泛日出效應 另一方面 是對外國投資組合的流入更加樂觀 高盛還表示 投資者對印度的興趣也越來越大 從中期來看 印度經濟總體上是積極的 理由是印度持續的貨幣政策 和信貸狀況可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而印度的利多消息也很多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全球展望報告預計 今明兩年 印度的經濟增長將超過中國 國際投資移民公司指出 中國今年將有1.35萬名 可投資財富超過100萬美元以上 高淨值人士移民 其次是印度的6,500人 和英國的3,200人 6月13日 位於倫敦的國際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亨利諮詢公司在報告中說 中國今年仍是高淨值人士淨流出最多的國家 由於過去幾年整體財富增長已出現放緩 最近的資金外流 可能比讓以往對中國經濟更具破壞性 該機構香港董事丹麗斯 有些人希望通過更多免簽證進入關鍵地區 改善其財富流動性 或獲得更好的醫療保健機會 或享受更大的政治穩定 彭博寫說 習近平近年推動的共同富裕 導致中國企業家紛紛湧向新加坡等 更受歡迎的地方 或建立備份計劃 而長期的疫情限制 也增加了富人在國外居住的理由 根據以往中國高淨值人士的移民選擇 他們首選國家是美國 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和新加坡 此外,據全球房地產諮詢公司來方5月中旬發布的一份財富報告稱 香港和大陸去年出現了超高淨值人士的人口下降 而新加坡是增長最快的前10個國家和地區之一 2022年 香港的超高淨值人士數量減少了6%至5686人 大陸享有88,024名超高淨值人士比前一年減少了5.9% 內方將超高淨值人士定義為淨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的人 而亨利諮詢公司將高淨值人士定義為可投資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人 古製品 高淨值人士 高淨值人士 平衡